周三在阳光浦道的矽谷 Citibank 花旗银行 前面跟大家来报导世界 焦点财经 市场还是一样有气无力 牛皮市场 典型的 打横 区间交易 等待方向 主播我今天要来谈谈 我们新政府拜登总统下的 行政命令 那就是 解除 前川普总统 对于WeChat 还有TikTok的 禁令 解放了 暂时能够继续让这两家中国公司 一样的在美国 能够做生意 主要的观察有三点工作你的参考 也能够了解一下 中美关系的下一步 第一个观察 还是一样 以国安跟隐私权为重中之重 新的政府虽然重新的政府虽然重新审视 但是 还是把国家安全摆在第一位 虽然 那就是 公司的 公司 可以说 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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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藉由WeChat跟TikTok来做生意 特别年轻人喜欢用TikTok 已经上亿人 经由TikTok有商业的行为 所以整个美国政府重新审核 对于这几家中国的软体公司 隐私权国安的问题 还有供应链的问题 还有法律商业的问题 都持续的在中间继续的整合 可以明显的看到 美国跟中国的关系 既对抗又合作 又一样的彼此一起能够做生意 一起共赢共存 非常的错综复杂 并不容易解决 智慧人的话语 那就是上帝所求于你跟我的 何为善 世界焦点财经 我们下次见 未经许可,整个人们在里面 未经许可,中文现在的码场 到复权平均的地区 当然建议在国。 近年 未经许可,中文在外面 未经许可,中文在阅 未经许可,中文在外面 未经许可,中文在经许可,中文在外面